清晨五点多高雄陵园区 一间五金百货窜出浓烟 火势一发不可收拾 尽管店家还未营业 不过里头不断传出爆炸声响 让附近民众吓得睡不着 因为里面都是瓶瓶罐罐 所以里面可能空气收到挤压 所以有零星的爆炸声 里面因为火载量很大 所以火势非常的猛烈 由于现场是铁皮建筑物 还派出怪手破坏 同时怕火势延烧 消防人员逐户疏散旁边住家 五金行业者看到自己的心血 复之一具 急得不得了 慈濟志工第一时间给予关怀 安住受灾相亲的心 隔壁的一位八十岁的阿嬤 现在跟两个女儿 都有她的儿子住附近而已 都安排到家住安置了 现场志工也发放牛奶 面包及毛巾 给打火弟兄 还好火势在两个小时内扑灭 无人伤亡 尽管水火无情 不过慈激人用爱 陪他们渡过难关 大爱新闻真彩美志工黄建中 张简易贤 高雄报道